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你编了预算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然后这个预算变成是让监察院去修房子 让监察院去做什么识别系统 那你这不是变成监察院的一个私房钱小金库 然后你这变成是一个在整个的预算分纪上面 非常的不明 那我们要这个国家人权委员会干嘛呢 只是帮监察院开方便之门嘛 预算可以这样子乱编的吗 预算可以这样子大家一起用的吗 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上面 所以就不要计较这么多你的钱 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吗 那你干嘛这个国家人权 回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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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吧